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呢 也是跟永豐大戶數位帳戶有關 因為呢 他在9月1號推出了這個整個帳戶的升級制度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發現 因為其實寶可夢在第一時間就是在我的粉絲頁 已經跟大家分享這個最新的消息了 甚至他們官方都還沒把資訊丟給我 我就看到就立馬分享了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東西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說 這個到底帳戶升級是代表什麼意思 是難道代表要權益限縮了嗎 還是說會有更好玩的東西出現了 其實我們都可以進行這個期待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帳戶分極制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 之後呢 我們再來聊聊將來有可能會怎麼玩 那當然也會跟大家回顧一下說 我們台灣的信用卡市場 其實除了大戶之外 也有其他的銀行 其他的數位帳戶也有在推著所謂的等級制 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個發展流向 從2019年到2020年 其實至少我看到就有三家銀行有在玩這個了 我相信在將來會有更多銀行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會員制度 當然就是為了要鞏固讓更忠誠的消費者進來 就是忠心的使用他們的產品這樣子 那這我們在這支影片的後面都會聊到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就是我們永豐大戶的這個帳戶分極制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這個哦 好你如果是登錄大戶的官方網站 然後你在選擇大優惠的時候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他的第一個最新的活動消息就是這個 那你點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他這邊有講到說 欸有專屬禮遇 那專屬禮遇是什麼 就是高麗火儲1.1% 然後刷卡最高8% 跨題16次 這些東西好像都跟現在的制度都一樣嘛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差呢 好那你再往下看你會發現 哇他的動畫做得很漂亮 就是這個分級制其實會讓你有兩個等級 目前就是大大跟大戶兩個 那如果你有存10萬塊左右的話呢 那麼你一定會是大戶的等級 所以現在的玩法就是說 先從一個分野開始 就是你賬戶如果沒有存到10萬塊錢 那麼你就是大大 那麼你這個10萬塊錢如果有存滿了 不論是台幣外幣或者是買基金 或者是iBrand 這四個項目全部都是符合的 那你就是大大 甚至你有就是跟永豐借錢 有做這個貸款的部分 只要有未清場餘額 你就會是大戶的這個等級 好所以這邊有寫到 當月平均的財富有10萬以上 或者是完成指定任務 那麼你4月每個月1號 他就會自動幫你做帳戶資格的審 審查並且升等的部分 或者是降等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就是 好好的跟大戶往來 其實9月1號開始就要放10萬塊 而且是從頭放到尾都不要動 最簡單 甚至呢你還可以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因為最近永豐他的信用卡不是很夯嗎 所以我也建議你就是加班一張所謂的必備卡 那麼你就可以 比如說放8萬塊 或者是放20萬 從懂會來到超會的這個等級呢 其實你的這個等值的外幣放在帳上 甚至做這個外幣定存的部分都是符合我們這個活動的規則 所以像我在5月多的時候 其實我早就都把錢都換好了 我放等時20萬外幣都在我的這個永豐大戶的戶頭裡面 存錢存5 6 7 8 9 現在9月份嘛 存了4個月了 所以其實不論是刷卡我有高回饋 或者是現在大戶的分級之一出來 位就是一上限馬上就是這個大戶的等級 所以你們如果說還在觀望的朋友也請你們趕快 就是不論是開戶或者是存錢的部分都一定要盡快開始做了 因為它是每月平均10萬嘛 所以如果你15號才開始的話 那你就是一定要放至少20萬以上 它這樣平均下來每天才會都是10萬 所以你越晚放 那你就要放更多的錢 這樣除下來你的平均日均餘額10萬才會到 所以你們一定要趕快加油 如果你是最後一天你只要放300萬 這就有點困難了好不好 所以這是它的MAGAM 那最後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升級紀錄螢幕瞭然 那我其實在稍早 昨天我也有分享我的這個貼文 就是我有直接錄製我的APP畫面給你看 那你可能不太懂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我等一下直接操作一遍給你看 你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大大跟大戶的等級 可以這樣子做區分 在APP裡面反而是更好玩的 所以我現在這邊就是來連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請等我一下 像我現在把這個線 從我們的iPad轉到我的這個iPhone 好我現在簡單的打開手機投影 OK好來重新登錄一次 好掃碼之後進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話呢 其實我放的錢 大概就是台幣是3萬左右 但是那個大部分的錢 都是放在這個外幣的定存的部分 好那你進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你畫面上 好這邊 它這邊中間這個欄位 它其實就有這個所謂的 升級後的大戶相關帳戶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看到這個資訊的朋友 也請你趕快去你的App Store 或是Google Play上面 去把你的這個大戶APP進行 這個產品權益更新 這個APP更新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登錄 你就可以看到了 那你點下去 這個所謂的查看完整優惠 它就會跳到它的一個專屬的頁面 那這個專屬頁面 你一進來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現在是大大的等級 還是大戶的等級 那他們 因為它這邊最後面有寫到 這個我看一下 歷史等級你點進去看 好 點下去 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目前 我看一下 有有在這裡 這個 你在9月份的等級是這個大戶的等級 好它每個月1號的時候就會進行檢核 所以它現在的話呢 檢核寶可夢是大戶 好就至少我有放10萬塊 然後連續放一個月在8月份的時候 所以我就是一個大戶的等級 那如果你現在是大大的等級 你真的不用擔心 趕快放錢進去就好了 那如果沒有那麼多錢怎麼辦 也很簡單 也請你趕快認真的存錢 並且把錢都放大戶 那麼你就有機會成為大戶這樣子 所以其實銀行就是發展了這樣的系統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跟他們往來 不論你是買基金 或者是買iBrand iBrand其實半年前 我就有寫文章介紹過了 你都可以再去看一下 或者是就單純的存錢 也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就是想辦法金到10萬塊錢 是你人生的一小桶金 有這一小桶金之後呢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 就可以越來越多 越做越廣這樣子 所以就先從存錢開始啦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往回推 欸 跑掉了 抱歉 我的大戶呢 你這邊有一個升級攻略 你把它點進去呢 看一下 他現在觸控是有點不靈魅 喔 有了 他這邊就有寫到說 你的升級預測 那因為我本來已經達成了 所以本來這個部分就還好 他這邊有想到說 你的平均財富累積的管道呢 台幣活除 你可以前往查看 或者是你的外幣貨存 或者是台幣的定存的部分 外幣定存也有 然後基金跟iBrain 所以你其實你要的話 其實有買他們的金融產品 或者是使用信貸的部分 或者是存錢就可以了 那攻略二的部分這邊有寫到嗎 你有汽車貸款 信用貸款 買保險 或者是房貸的部分 其實如果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是這個所謂的大戶的等級 如果沒有的話呢 沒有關係 你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然後再來去申請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設計這個活動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非常的刁難 怎麼講 因為如果他說你要放10萬塊 而且有做貸款 那就有點壓力了 因為我們不見得每個人都有貸款 或者是做房貸或是車貸的需求 不過呢 你現在只要單純的存錢 你也可以符合資格 那我就覺得好像可以 而且他們另外一方面 就真的像是一個game 是一個遊戲一樣 讓你有一個動力 別人都存10萬塊 為什麼我存不到 我就努力存錢 一個月存5千 一個月存7千 那麼你連續 比如說20個月 那你就可以存到10萬塊錢了 甚至是你可以想辦法 再多接一些外快 下班的時間去多賺錢 兼拆 那麼你也有可能會有額外的收入 這些額外的收入 再把它放到這個帳戶裡面去 你也可以更快去達到 你這個大戶的等級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如何賺錢的話 也別忘了鎖定 寶可夢在Light Today的節目 有在教大家如何 就是增加自己的主動收入 跟被動收入 這一集的話呢 應該是在9月 今天是禮拜三 9月2號禮拜三 TheLight Today的節目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 7個密照 要教大家就是如何 就是增加自己的收入 那你收入增加要幹嘛 當然是可以存錢 然後或者是想辦法退休 這都是很有趣的 所以大戶這個東西 其實也都是在一個很正確 很剛好的moment 然後呢推出 然後讓你可以就是 認真的執行自己的存錢計畫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官方它的這個 因為它有寫了一個QA 就是讓大家去更明確的去了解說 它的玩法是怎麼樣 我現在把這個畫面 接回到我們的iPad 然後帶你來看一下 OK 等一下喔 好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iPad 哇 它現在是怎麼樣 畫面整個都變掉了 好 那你這邊滑到最下面 它有一個如何升級大戶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到他們的官網 那官網的這個頁面 其實也都是寫的 就是很完整喔 第一個是什麼是分級制度 點開來看 它會跟你講說 這其實是我們9月1號 開始推出來的新制度 好 那 上限初期有大大跟大戶 這兩個等級 好 那這個很有趣喔 因為前一陣子我去跟大戶去談 這個所謂的business 就是一些推廣的事情的時候 好 那他們有跟我講到說 這個大戶將來 在下一個年度的時候 會是本年度的狀況 而再增加不同的等級 比如說現在是等級1跟等級2 有沒有可能出現等級3 然後優惠權益更好 這是一個他們現在在往這邊 規劃設計的方向 所以你真的可以期待 如果你放越多錢 在大戶的戶頭裡面 那麼你就真的可以享有更多的好康 就像我之前辦的這個所謂的 大戶的人生金字塔活動 或者是道轉人生金字塔活動 都是希望你能夠以大戶這個賬戶為核心 努力的去存錢 並且來達到這個所謂的遊戲的門檻 我相信大戶應該也是吸收了寶可夢的做法 甚至去引領出他們一個正式的 所謂的賬戶等級制 那你們如果5月份開始 就參加我的活動的人 你們應該早就知道 我一天到晚叫你們存錢在大戶 然後利息截圖來回報 都是一樣的玩法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東西 你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子玩的 所以你應該已經被寶可夢訓練成說 我應該要放一筆錢在大戶 而且不要動他 因為這樣子你的利息 每個月利息都很多 然後你又可以拿來參加活動抽獎 不是何樂而不為嗎 那現在這個大戶跟大戶的等級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辦法達到了這個大戶的等級 雖然說他們兩個目前的刷卡優惠 跟一些所謂的賬戶權益都沒有差 但是有沒有可能在明年的1月1號開始 有不一樣的區別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真正的情形怎麼樣不知道 你要等到他們到年底公告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他怎麼玩 但是我非常的建議你先存錢 好不好 至少先買基金或者是先買iBrand 這都是很好的一個所謂的投資的手段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Q2 這邊Q2給大家看一下 Q2說 分級制上限之後對我的數位賬戶有影響嗎 他說不論是大戶或大戶 其實目前都沒有差 所以他有差異的部分會在明年度 開始做一個所謂的權益的劃分 所以你最好是現在就開始存錢 開始習慣這個產品 那第三的話呢 是怎樣才能夠成為大戶的等級 他這邊有兩個攻略 第一個是月平均超過10萬 這剛剛講過了 第二個就是你有用他們的產品 比如說房貸、信貸、汽車貸款之類的 或是通過本行購買任意人稱獸險產品 那當然他會這樣子做設計 我相信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因為在商演商他們就是開門 就是要賺錢的 所以你如果要買他們的產品 他當然可以賺錢 那他當然願意給你比較好的優惠 這個可以理解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選擇 比如說你習慣的房貸、車貸都在其他銀行的 那你也沒關係 你就放10萬塊在大戶 數位賬戶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第四就是到底什麼時候會升級呢 他其實有一個升級攻略來查詢這個 目前的進度 所以你在APP裡面呢 這個有一個首頁 然後查看完整權益 有一個升級攻略 其實就有囉 好 那第五的話呢 是可以查到相關權益 其實也是在APP裡面啦 其實我剛剛都已經有操作過一遍給你看了 非常的簡單易懂 好 那第六是什麼時候才會升級呢 這個每個月第一個營業日的下午1點 他會進行權益升級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每個月1號要做好多事情 1號的早上8點呢 你可能要先搶張穎的這個率 然後9點呢 你要採用JCP10% 10點可能是第一銀行的這個活動 如果你要參加的話 中午12點呢 要搶這個 這個7配 那個買 張穎買樂卡的7配 什麼想7%回饋這個活動 好 那下午1點的話呢 你的大戶的權益會做升級 好 所以這其實 每個月1號總是非常的忙碌 然後也別忘了 凌晨一開始 你可能各大銀行的 這個所謂的活動登幕 你都要登一下 如果你有要買東西的話 好 雖然說 我是全台灣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但是我也不見得每一個都會去登 因為你平常真的不會花那麼多啊 那你幹嘛登呢 好 所以登了你也不會用 好 所以通常我只是會挑幾個主力的銀行 等一下 比如說 永鋒我可能會登一下 然後中信會登一下 然後玉山登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 其他的你不常刷 你其實就沒差 好 那 我們接下來再來聊一下就是 嗯 其實他這個升級制 他大概在半年前 他就曾經把這個 你看有看到 就是這個很可愛的這個Logo 這個Logo的部分 他們其實有給我看過 那我那時候不知道說他們要怎麼玩 我就很好奇啊 然後就說 我真的覺得這個Logo設計得很可愛 我蠻喜歡 我以為他們要出推章 就是那種屍體的商品 然後可以讓你就是 掛在包包後面之類的 或者是 像胸症一樣比在身上的 所以他們整個產品非常的活潑 而且走的是有質感的路線 你看這兩個Logo 你就會知道 他們除了只放在APP上面以外 其實你把它當成是實體的商品 然後來販售 都有人要買了 連我都超想要的 我一直跟他們講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出真的徽章 然後我們這個 接下來的糾團啊 這個開戶的部分我來送這個 他就說他們還在規劃中 所以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大大大戶之後的下一個 這個更高的等級 叫大什麼 大貓嗎 大白嗎 你們可以想一下 然後呢 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 我們也許會在這個 明年1月1號 正式公告的時候 我們回來看看到底 有沒有哪些人答對了 答對了說不定 我這是在抽出來 送獎品給你好不好 所以你現在呢 你來想一下 如果大戶要推出一個更高的等級 或者是更高的兩個等級 他應該要叫大什麼 大寶大可大夢嗎 你們可以想一下 都是以大開頭的這個等級 非常的好玩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聊一下 就是說其實 台灣的銀行跟數位賬戶裡面 其實也是開始有一些銀行 在做這個所謂的分級制度了 有兩家銀行有這個先例 第一個就是這個 遇上ONICA 遇上ONICA 在2019年的9月5號推出 剛好也是一年前的這個時間點 那麼 他所創造出來的是 當你刷卡的額度越高 你可以累積的紅利點數就越高 那麼你可以拿來兌換航空公司的里程 或者是拿來兌換一些餅乾啊什麼的 他其實都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就是首年等級3 那之後的話呢 就看你的刷卡額 然後來決定你自己的等級 雖然說他的這個整個活動的權益 從去年9月走到今年的6月 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然後現在公布的部分也是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他的這個 航空公司的里程兌換標準已經變差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是一張就是 折翼天使 還是被玉山銀行給搞爛了 好所以 利益良善 但是他的回饋其實 銀行撐不起來 所以非常的可惜 但是他這樣子的精神呢 其實有被其他銀行學走了 比如說 下一間銀行就是遠東銀行的Banky 所以他學的部分其實是 你如果有在賬戶存多少錢 或者是你有在當月有邀請親友來上冊的話呢 你的這個會員等級就是01234 那不同的等級對應到的這個優惠 就是你可以 比如說 在他的商場裡面去兌換的商品是點數 比如說最高10倍放大 或者是6倍放大8倍放大之類的 所以他的玩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一樣要想辦法把錢放進去裡面 盡可能的放多 比如說要放60萬 他的這個門檻其實也蠻高的 應該是比我們大戶還高 那所以他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Banky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這種糾團來開戶的好難喔 所以大家就是比較不願意去推廣 或者是去使用這個產品 所以他後來現在的策略就變成說 你只要來就是 開戶那我就送你500 他現在的活動都是這樣 他也沒有在玩那個所謂的糾團 因為糾團的部分他發覺應該說 帶來的貨客數是很低的 所以他們現在回到一般傳統銀行的 撒錢開戶 懶客的這個部分 這也是他們其實 我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當初在產品上市的時候 他們講的是我們不希望走傳統銀行撒錢的這個老路 我們要走的是另外一個口而相傳的路 但是他們的產品其實口而相傳不起來 所以其實全台灣真的沒有幾個人做到 全台灣唯一只有一個人做到就是我 然後我就救了3000戶 就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呢 因為他們也沒有把資源放在我們這些 中小型的KL身上 所以我們其實多救戶 我們不會有額外的好看 我們就不會推了 那不會推怎麼辦 現在就是靠官方 就是一戶撒500 一戶撒500 這樣子去撈 如果你就是想要上車的話 你跟本團 當然是絕對是大團 但是呢 就是你跟大團你拿到是2.6% 然後連續走半年 你就說大概是650塊左右的回饋 那如果你是自己跟官方的 那你就是一次拿500 那你就 你就是每個月拿100 每個月拿100 然後連續5個月這樣子 所以他還是有稍微做一點區分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跟團 你可以拿到比較多 有興趣的話 看下面的資訊欄 我們都有這個活動相關的這個連結 那麼現在回到我們今天的大戶 今天的主角 其實他也是台灣應該算是第三個 講到這個所謂的吧 客戶分級的一個銀行 所以我覺得大戶的這個 這個logo講的不太對 他們的slogan講說 全台第一個就是大戶 第一個使用這個賬戶分級制的銀行 其實不是其實應該應該是Banky 但是我覺得沒差 因為這個現在的話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有影響力你講的話 大家就是聽你的嘛 所以那現在大戶的開戶數在全國 已經有來到大概50多萬戶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成效非常的好 也因此就是他當然講話是比較有聲量的嘛 那也是希望說大戶接下來可以越做越多 那最後的話呢我要來跟大家聊聊說 我們9月份到底還有沒有糾團活動 目前9月1號到9月15號是沒有的喔 但是呢9月中旬之後我們的活動就會正式上線 所以這兩個禮拜你要你就直接上車 就是說從之前的連結上車可以 但是都沒有任何優惠 我們的活動就是一個檔期一個檔期算的 那麼跟大戶的合作檔期會從9月15號到10月31號 也就是一樣是有6週的時間 這6週我們會玩什麼呢? 9月15號來看我的影片你就知道了齁 那我一樣也會寫文章分享 那麼在此同時也要跟大家宣布喔 我們除了大戶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上海銀行的Cloudbank 這兩個帳戶一起開戶一起使用 甚至是你同時都有存錢在這兩個戶頭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你就有機會再把千元禮券帶回家喔 這個都是我自己自套腰包的 但是呢就是希望把好的商品對 就是提供給大家 大戶存50萬 上銀Cloudbank存50萬 加起來存100萬 你就可以參加本團的抽獎活動 是不是還蠻令人覺得有點期待的 但是呢我們也不會就是只有對中高端 有存到100萬人生第一桶金的人來 讓他們參加活動 小資主也可以 如果你現在在大戶存10萬 你在Cloudbank也給我存10萬 兩個都有10萬塊 兩個你就符合參加活動的資格 現在我已經把遊戲規則講清楚了 9月15號之後來開戶的朋友 可以參加這些活動 但是如果你事先就已經有這兩個戶頭的朋友怎麼辦 你還是可以參加活動 我還是會設計救護活動 但是救護活動的贈品就會比較少 不過呢新戶請你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的活動9月15號開始 兩個都是一樣的時間點開放大家申請 那麼你只要新戶資格同時申請同時合卡同時放錢 那麼你就可以來參加我的抽獎活動 這個都是我自己知道要包的 那也是避免就是兩個帳戶打架嘛 所以我兩個都給好看 兩個都一起 所以你們要解就一次解兩個任務 不解 那就沒機會 你只能夠參加兩個帳戶的各自的活動 所以上海銀行cloudbank在9月15號有活動 大戶9月15號也有活動 所以這兩個都可以分別參加 但是兩個都符合資格 還可以參加加碼的抽獎 這就是本團的好康 是不是感覺也是蠻有趣的 那大戶送的是限量贈品 那上海銀行cloudbank是輸入推薦碼 就會有獨享的這個加碼的活動 這都是目前市場上最優的好康了 那你有需要的話就是盡心期待 9月15號就會有最新的消息 好也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介紹 大戶分歧制的介紹 而且也稍微劇透了一下 我們9月中旬之後要走的活動好康 也請你趕快把這個影片公開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叫他們9月15號趕快來開戶了啦 再不上車就沒有機會了 好不好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